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日本足球可以这么强 现在的日本足球是当之无愧的亚洲第一 世界排名已然上升到了第24 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日本国奥还拿下了第4的好成绩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 曾经的日本足球也十分的弱小 最惨的一次他们2比15输给过菲律宾 在19世纪末 英国人第一次为日本带来了足球这项运动 直到1981年的失诚杯之前 日本都没有赢过中国 那时候的中国队是亚洲霸主 1984年亚洲杯还拿下了亚军 然而90年代之后 日本队一路高歌猛进 1998年第一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后 就再也没有缺席过了 同年的戴拿斯杯上 离冰没开二度带领国足 最后一次赢下日本 此后的23年 国足和日本多次狭路相逢 再无甚计 那大家同样是在90年代初拍起的职业化 中国足球和日本足球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 就有了很多 比如有人说他们旅游球员非常多 这次对阵国足的11名首发里面 就有8名旅游球员 根据德国转回市场的统计 截至今年的6月25日 日本旅游球员的数量已经达到了450亿人 其中在德国联赛的日本球员 数量最多达到了250人 9月1日 英超球队阿森纳还官宣了富安建阳的加盟 转会费是2300万欧 还有利物浦的南野拓石 黄马的九宝剑英 艾瓦尔的武藤佳记 布兰梅的大破永野 菲斯卡的钢琪圣斯 那也有人说是因为日本足球的薪资体系比较合理 2020年日本职业足球甲级联赛 也就是我们说的J1联赛 所有球员的平均年薪大约是225万元人民币 其中年薪最高的是神户胜利船的外援伊涅斯塔 1210万人民币 年薪最高的本土选手酒井高德不足千万 当然J1联赛优秀的商业化 也是日本足球崛起的重要因素 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普和红钻了 我曾经还有幸在亚冠比赛的时候 去过普和的训练基地和他们的主场 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虽然普和红钻的冠军数量没有录到录角多 但是他的商业运作和球迷文化 在联赛里可谓一记绝尘 普和的死中球迷自称是红魔 除了呐喊以外 如果主场比赛赢了还会唱应援曲 每次重要比赛的看台上 球迷会进行拼图非常的壮观 此外俱乐部还推出了会员制度 成为会员的球迷可以提前知道 比赛日程 球票 球迷活动日等信息 还能勾摆周边 因此薄红钻和球迷之间的连接感 是相当深厚的 除了旅游学习和商业运作之外 我认为日本足球崛起的真正原因 还是在于整体的足球文化氛围和人才储备 日本的校园足球基础工作非常的扎实 而竞赛体系也相当的完备 根据国际足协的数据 2010年的时候 日本的青少年球员已经达到了63万 那中国足协注册的人数是多少呢 青少年球员大概只有在1万左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足球小将 看过的朋友可以在咱们的弹幕里面扣个1 天才少年大空仪带领日本球队 捧起事情杯的故事呢 鼓舞了无数日本青少年 投身足球运动 在足球小将连载结束的1988年 日本12岁以下注册球员的人数 就突破了24万 是10年前的3倍 可以说校园足球是日本足球的人才摇篮 光石兵库县的龙川二中 就陆续为日本国家队输送了30多名国教 大破永远 川岛永寺 钢琪圣斯 柴琪悦 长谷不成等球员 都是从日本高中足球联赛里面走出来的 这个联赛呢 有100多年的历史已经举办了99届了 是日本足球文化的基础 每年都会有4000多只高中球队参加地区预选赛 由47个都道府县选出48支优胜队伍 其中东京都两支 其他地区各一支参加全国大赛 他们的商业化做得也很好 每一届的联赛都有自己的主题曲 和周边也有很多国内外体育品牌的赞助 因为全国大赛呢 是由日本足协 日本高中体育联盟 以及日本电视台 跟TV为首的43家电视台主办的 曝光量也是全国籍的 2019年决赛观众高达5万4千人 跟职业联赛比起来 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隔着屏幕也能够感受到 现场那种青春热血的氛围 那同时 日本足协还会跟俱乐部学校紧密合作 配备专门的老师教球员文化课和英语的辅导 还要青少年运动员 学习足球运动相关的教程 他们往往上午学习文化课 下午会进行圣诞比赛 从理论到实践是全面发展的 此外呢 日本对于基层足球教练的资质 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 教练的培养被视为 跟职业球员的成长 和国家队的强化是同等于重要的 所有校园足球俱乐部的教练 都需要接受相应的学习 考核 具备相应级别的资质之后 才能够上岗 很多教练 年轻的时候呢 也都参加过全国高中联赛 比如在纪录片 《热血联盟》当中的 左野彭生 曾经他就代表 一股高中参加过全国大赛 二十多年之后 他作为教练 再次回到了校园 带领新一代的足球少年追梦 正是以这样热血传承 梦想并存的 校园足球氛围为基础 才有了现在的日本足球 纵观日本足球 整体的文化氛围搭建 体系搭建 都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 当然 无论是借鉴日本足球 还是欧洲足球 我们最终需要的 还是能够走出一条 中国特色的足球之路 莫怕滚打的路异常艰辛 但我相信终有一天 足球也能成为中国少年 热血青春的一部分 我们也能以足球之名 去激励中国的青少年 失败终会过去 但奔跑在中国足球道路上的故事 不会停歇 好了 关于日本足球呢 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 还有什么想听我来说的 可以在弹幕当中留言告诉我 我是潮潮 你们的退钱姐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